來把我們的美日王扁一扁好了 母咪出發 假的隊友那真的很多耶 今天我們要來創刀賊 刀賊上次已經創好了把東西運過去練等好了 不學飛天嗎?學啊 騎寵上面無法換裝 好刀賊應該算是好練的吧 練刀賊的加一 為哪我有了 運氣這麼好的人 肯定抽得到啊 而且我幾乎都沒有什麼重複耶那個帽子好像都是一個一個而已 一兩個重複嗎 70個硬幣還沒抽到的 沒事啦動武節之前都來得及 你還有一個月 綠咕咕帽啊對啊綠咕咕帽 忘了 我先選個角 想尿尿一下我們先高速尿尿一下 好高速尿尿 好高速尿尿 不小心大家骨甲了應該 應該沒事吧 好啦等於來蠟筆小心好了 把我這一隻刀賊走出來然後我們來蠟筆小心 冰鵬冰鵬 斯溫沒料了嗎?斯溫喔 我覺得還行耶 蠟筆小心二周目即將開始 我們的暑假還沒結束 斯溫缺AP的時候我才會選吧 我要停這個遊戲的BGM了 瘋之谷的BGM真的很好聽耶 我覺得前期的比較好聽 後期的BGM 都聽不出來是瘋之谷 來處理小石頭 帝王命令的斯溫 那個有比面具的強嗎 這裡變很短 這裡讓大家可以快速走出去了 說燃燒活動快要開始啦 大家可以準備一下 AD會中路嗎? 可以 沒有問題啦 我要吃蘋果 這個頭這個頭超帥小瓜呆 以前都是這個啊不然就是另外一個 那個中分的吧 可惡啊怎麼沒彈上去了 還有光頭 光頭好像比較少吧 不過大家都會帶頭盔啦其實也看不出來 不是他獎勵一場AD嗎 被人家拿啦 銀武前面流程是一樣的嗎 冒險家應該都是這個流程吧 先到瘋之島的港口然後找船票然後離開 完了這場 怎麼又有解析 找完船票 好像還要打那個吧 紅寶 票跟大凱拿 大凱已經去過啦 已經用掉啦大凱的船票都用掉了 賣家懸否可以直接跳到港口 喔是嗎 這個前面都可以不玩是不是 我這樣打誰啊 他們在出來耶 就帶物房好了 維多利亞港 維多利亞港還沒到咧 瘋之港到啦 我不知道是打雅寧還是打那個 那隻叫什麼 矮可桑 那隻名字有點難記 這個糖果就每天在這邊 跟冒險者要船票 只要是新來的都要被他坑一張 他已經在這裡待了20年了 有了船票 船票現在好像是一個必調耶 這以前還不是必調的 船上出現了紅寶王 OK 開槌 最近有燃燒活動是哪一種 接下來的燃燒活動應該是練到200的那一種啦 有一隻可以練到200吧 我記得還有一個什麼燃燒加速器喔 可以練到130喔 燃燃燒加速器好像是最近的吧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次的母咪活動 戰術接力是130的加速器喔 其實那個聽起來很爛耶 130 1加2到200 練到220有獎勵 那220再送什麼 還好沒帶模仿耶 全軍出擊 欸不過現在要入坑的 端午節之前 不然你們端午節在玩好了啊 端午節入坑有送200等的傳說武器啊 差一點點又轉職成劍士了 我拒絕 我是盜賊嗎 你只要一直按他就直接幫你轉成劍士 盜賊是盜賊吧 好轉職成功 以前刀賊是用什麼在練啊 雙飛斬喔 劈空斬喔 雙飛斬原來是標賊的 還得換刀耶 丟標比較快嗎 以前劈空斬可以打6隻 有嗎 喔 很快捏 劈空斬 劈空斬 還是用這招 啊 忘記開傳授了 換獸師來囉 喔 好 帶這樣吧 以前刀賊要二轉才換進戰 是嗎 我應該先去拿MVP券喔 算了都要開始了還拿MVP券 我看以前刀賊就是直接拿刀開砍啊 欸這場打勒布朗耶 第一次遇到耶 不知道醒不醒 天流血殺斬還在不在 等等幫你看一下 高機率還在 欸 然後只要拿標練到40等 有嗎 就以前我同學就是玩刀賊啦 帶一個斗粒嘛 30等帶一個斗粒然後開始砍 還可以用封閉炸彈 還要穿桑拿服 沒錯桑拿服那是貴的很啊有錢人才買得起啊 撒... 桑拿服好像是可以充特別多的能力 我也忘記為什麼他很貴 好先回家躲一手 英雄聯盟開始囉 大戰勒布朗 現在玉京結版了 玉京不就是桑拿服嗎 長得不一樣嗎 老闆 小蠻燈 大賊開練 小鷹 大賊 小鷹 小鷹 你這隻是什麼啊?這隻是主教是不是? 這是幻獸 不打咕咕王煉嗎?好啊!不然我們來試一下那一招 觀眾推薦打咕咕王煉等 我看該怎麼打 是要打藍色的還是什麼顏色的啊? 跟海怒是一樣好練嗎? 欸!有人在刷欸! 沒有勒 為什麼那一區去不了? 梅森而已 怎麼可能會有梅森的?他就一定是被人家吃掉啦 欸!我這是同一區喔! 看來是熱門練功點喔! 咕咕咕王欸!60等!會掉日標! 打到就賺了! 每一輪都打這個! 每一輪打這個比較快嗎? 我是沒有加倍啦 應該是普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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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一下還是海怒是最快啊! 海怒是真的是太神了 這裡怎麼有個黑糖剉兵啊! 他又沒在練 借一下啊 他人不在啊! 這局中路打阿里欸 嗯!帶這樣好了 復蘇季風! 幾等去打海怒斯 海怒斯喔!90可以打是最好 送死賽恩 不是啊 我的賽恩怎麼可能會死 阿里算康特賽恩嗎? 我不知道欸!我打阿里還沒輸過欸! 哎呀,這個隊友愛好! 五個 quad 活達法師 目前 只輸過蕾茲阿,不過那也是對 deu我掛機阿! 嘟嘟嘟嘟嘟嘟h 嘟嘟 你這次幻獸是不是變造型啦? 以前好像不是長這樣 那為什麼選女角? 這遊戲的男角很帥 來刀賊即將二轉 天流血殺斬 爪起來 這個貓有在幫我加BUFF嗎? 這樣有比較熟悉嗎? 好像有嗎?你之前是長這樣的嗎? 不過我自己會瞬移啦 你好像可以把板子開起來了 我的天流血殺斬怎麼是黑色? 白板囉 先換個歌單好了 今天來聽個 今天來聽個 9-6貓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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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貓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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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很多年啦也不只有孔明了 上一季好像有幾部動畫主題曲是要唱的 最近好像都轉型唱這個主題曲 刀子要拿太極扇嗎?那當然啦 只要資金夠一定拿太極扇 要拿調色盤嗎?調色盤是防具是不是? 青蛇 很多最近紅的其實很多都是Niko出來的 像那個什麼律師 以前也是在 NikoNiko上面做歌 那個玄米律師 這個爪怎麼那麼硬啊 去植器有指定要綁哪種兵嗎? 沒有耶3N推太快了綁什麼兵都沒差 通常是對面回家的時候我會直接把炮車中掉 沒拿鼻子嗎? 我這次根本沒穿裝備啊 只有拿寵物的 3N的Q真的太痛了啦那個所有的兵都會死 還不要堆個塞恩了 能幫助到大家我也很開心啊 去吧拿著塞恩好好去上分吧 總共都快死了 總共好像在哭耶 那狐狸在哭耶 刀賊一轉的這一招也太恐怖了吧 哈哈 這一招到底是傻鬼 往前砍一個敵人兩下 真的是有最初的感動耶 好我可以二轉了 加加來加加 隊長是我嗎? 隊長是我嗎? 幻獸阿傻來了 打到食物了喔? 哪裡? 打到了呢 這樣打塞恩喔 二轉走我們去打黑豬 三十個黑豬 啊啊啊啊啊 俠客 我應該是要轉俠客嗎? 應該沒錯吧 差點中計了 三十個黑豬 三十個黑豬 風谷M值得玩嗎? 風谷M喔 跟風谷完全是不一樣的遊戲耶 不如你玩風谷啊 如果真的要玩還是風谷比較多人啊 風谷M還會限制你掛機時間會嗎? 這樣要怎麼掛? 一天只能掛8小時喔 啊那還不如直接玩風谷 你要掛多久就掛多久 啊不對現在一天也只能掛8小時 這首聽起來很糟 我只能說96貓以前都是唱這一種 我整體來說 還好 這次沒有MVP券喔 這次沒有MVP券喔 欸到那個月塔之前都沒賣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事情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又有3罐水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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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點用的太多了 按的好累喔 3罐水剛好198直接升200啊 喝3罐剛好升200 舒服 噔 噔噔 給大家享受一下這裡的音樂 尿尿一下 30分鐘之後 馬上回來 海星標好像要留耶 絕版了是不是 有3罐水漏 在這裡這樣子 是這個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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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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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進去混一下啊 感覺好像得進一下比較好 進去可以一等半嘛 升級之後進來應該可以一等半吧如果有人把他打死 扣血還會扣封閉喔這麼狠啊 有需要天上嗎不用不用靠操作 別的伺服器也不用天上啊 就可以靠操作 好像只有台服在用天上打 那伺服器根本就不用 噢 恩?卡倫勒 那個第二個倫的關係嗎 那個路燈好像是一個怪是不是?上次有人推薦我一轉的時候先打路燈,但我不知道在哪裡 OK走!恐龍! 走錯圖了 在反抗軍那邊喔 值得一打嗎? 沒有吧,等等我宵夜要來了,就來收工了 短劍用劍套的時候增加攻擊力 劍套是什麼啊?我有了嗎? 那是副手武器是不是? 我還沒練末日反抗軍嗎?還沒 我打算要練就一次武師一起練好 還是還是四隻?四隻嗎? 無敵八秒應該是有用的 煉獄狂暴擊甲,還有一個我也忘了 銀月吧 惡魔哪有算?惡魔不就算惡魔嗎? 有個爆拳,爆拳好像是後面才出的吧 新人啊 蛤?惡魔跟他們的傷層竟然是共通的啊 這麼扯啊 為什麼傷才要看職業? 因為他有賣一個 神奇剪刀 你要轉職業就給我課金 惡魔出生點 惡魔出生在一個坑道裡面的蛋蛋嗎? 好久沒點能力子喔 來了,黃門 我感覺刀賊打黃門也沒有問題喔 雪地都可以打喔 看等等能不能打到一個劍套 先用剪刀 應該是吧 沒有吧,剪刀好像是要放在你身上,然後剪的用交易的吧 而且是不能自己傳給自己的啊 你要先剪給別人,然後別人 再剪給你的分身 SB這個禮拜改版 我剛剛說要玩那個爬塔的SB 沒玩到 今天寶寶生日快樂加入組隊 跟羊羊師組隊有什麼好處嗎? 不能放倉庫,倉庫就分開啦 第三個是什麼 鳳凰刃耶 70級的短劍耶 我放結界在裡面可以加20% 喔 那麼虛喔 沒有太極散嗎? 對吼是不是還可以鬼神家經驗 開爪 我可以進行三次轉直了 三轉的刀賊怎麼樣 楓葉炸彈 以前打王最強的就是楓葉炸彈可以一瞬間就把王處理掉 去打巴洛古經驗比較多 是嗎?巴洛古有超過那個?海怒斯喔? 欸!超賽!不然就走進來了 點幸運的是刀賊嗎?賊好像都是點幸運的嘛!敏捷是給弓箭手用的 我看以前的打王影片就是在那個王的前面放一堆 先放一堆金幣 然後等王出來 把他炸了 帶走 你已經轉直成神偷了 前面都點一點 我看一下封閉炸彈高速封刃 直接連打七下喔?太狠了吧 這隻該不會有影分身吧 封閉炸彈 沒有封閉炸彈只用迴旋斬也很強啊 迴旋斬也是偏厲害 封閉炸彈 喔! 狠人阿君 交換裝備的時候到了 狠人阿君 可以 OK有心力了 垃圾那些東西能算垃圾嗎? 我那裝備比他的裝備等級還高喔 我剛剛那裝備至少是四五十的喔 他這個零等的喔 欸! 這隻真的也會影分身耶 是誰要盜賊都會影分身喔? 我還要算那個怪物出現的那一瞬間再按 不然可能會放空 傑諾的影分身是會受傷破掉 他是不一樣的喔 這了 土龍撞暈啦 土龍撞暈啦 上面那一排 再去清了 他屯多一點我們在清 吸錢吸錢好爽 你看這一絲霧抓空了 不好練了 這個抓抓是誰的招 這個是傳授啊,大家都有的 影分身可以幫我多打一下,好像有耶 我這個幽暗抓下去好像就不止一下 這是鷹鵡還是暗影神偷 每個地方翻譯不一樣啦 都可以通 我發現這個技能不就是 跟我飆賊的為什麼一模一樣,也是絕殺領域 黑暗盛名是怎麼刀 貪婪 怪物會掉比較多的錢 這隻是專門拿來打幣的啊 這隻可以洗錢耶 先把這一招洗錢點高 點4等就有16%咧 點滿加80%的錢喔 80%不少 戰車開過來啦 對 海盜船耶 缺錢 那當然還是有點缺啊 錢當然是越多越好 接下來要搞那些打boss的裝備還挺貴的 如果目前一天賺10億 那也要一個禮拜才能買一件 至少先把我的神秘都換起來 這個只能點到5等喔 好走 沈睡沙漠 外面打怪,外面打怪的話一天差不多是賺10億啊 瞬影殺怎麼樣 打8的敵人兩次 好,試試看這個 喔 唉唷,這隻三轉好強喔 怎麼地上會有側謊機啊 沒有頭緒嗎 這一開始的刀賊三轉是什麼 哇 落葉斬現在已經沒了 撈起來 練功很命 應該不會吧 我看每一個職業練功都差不多啊 都是打蛋 怎麼會範圍的就很少 刀賊還可以打王啊 其他的職業可打不了王 很久沒完了 那你現在回鍋剛剛好啊,可以加我們工會啊 還有新的這個 送200等裝備的活動 也是雙傳說喔 雙傳的神秘武器要賣到多少 50億買得到嗎 打大凱 新手能加工會嗎 我們這邊就是專門收新手的啊 新手進來就可以每天打頂培,有貢獻團 這個招不能跳放,有點尷尬 這什麼啊 這什麼王哥在飛 OK 這遊戲喔,這遊戲是有競數的 競數也不會用那些點裝啊 比賽不能用的東西,你拿出來用 有什麼用 點名喔 點名喔 對,大家記得要點名一下 挖起來 來 公會目前多少人 7、8死嗎 滿了就在擴吧 帶斗力 斗力好用啊 經意都不點名了 等等就先把他處理掉 可以換武器了 不急著換 反正怪都打得動 要打鳥再換吧 我發現這一隻不太好打大凱 打毛球那張圖可能會蠻順的嗎 可是我還有別的招可以用 勇者掠奪術 攻擊時30%掉落硬幣 然後就可以使用封地炸彈 我來看看這個該怎麼用 按下去 首先要先打出硬幣嗎 掠奪術要開 掠奪術很爛耶 開關技能 封閉炸彈是開關技能 不知道怎麼使用 略奪術是開關技能 是嗎 喔這個 打開了嗎 唉有啦有啦 封閉炸彈 幹 怎麼不痛啊 錢不夠嗎 沒有可以往上飛的絕招 攻擊力不夠嗎 可是我其他招打很痛 以前都是自己丟錢貸的啊 以前都是自己丟錢貸的啊 攻擊炸彈 哭啊一下 只有這樣啊 怎麼有人在偷我的怪啊 封閉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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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閉 這好像沒有使用的價值了耶 如果可以秒怪啦應該是蠻強的 他應該就有點類似 科硬吧 手動開的科硬 他可以炸幾個硬幣啊 全場硬幣都可以炸掉啊 其實硬幣很多耶 刷過去就有了 黑嚇 嗎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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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刮刮刮 沒錯他就是刻印 這可能配那個MKE3E蠻有用的嗎? 引爆! 有人在偷怪!是誰? 小姐的自動飛鏢我感覺那是厲害多了 這個還可以把怪給飛過去 傷害怎麼可以這麼高啊?連哈維都打得動了 87等這樣就可以刺殺鳥人了 就是缺了一些跳打什麼的 高賊是有料嗎?有料!非常有料! 比夜光好練 快點! 段數低了一點 段數那可不是低了一點啦 就只有兩段啦,我第一次看到只有兩段了 不過也是因為我寵物都有那個 寵物給一百多弓吧 我把本尊的寵物拿過來 我練每一隻都是穿這樣啊 不過只有冒險家可以帶三隻寵物啊 我練其他的是沒有寵物的 寵物應該是差最多的 接近兩百的攻擊力 這應該要換把刀啊 我身上那一把90的還沒裝耶 這是70的啊 伊莉恩練過了嗎?還沒 因為我的傳授已經沒有位置放伊莉恩啦 等之後再考慮吧 練完賊跟法師之後再來是末日了 對,誰要偷偷扣我名聲,你太扯了喔 聽一隻狗是不是? 對 神之子加經驗 神之子在台服就是做夢啊 會有神之子 要是有神之子就好了 神之子很難練 神之子很難練 開局100 開局100還有難練 幫我看看有沒有魚頭嗎 不然你可以先過去看一下 都沒有很多人 會員 放手 對 絕殺領域 那看一下劇情也挺好啊 反正就是又有一批人要打黑魔法師 高速鋒刃 開墮喔 這個傷害 四轉要點什麼 四轉有沒有什麼強力的單體技 這傷害其實算高了啦 至少可以把哈維打死 自命暗殺很痛 OK 就放黑招了 魚頭都在喔 今天一定把魚頭吃乾淨 今天宵夜是什麼 魚頭 還有泰國蝦 送貨貓有沒有 MVP 送貨貓有沒有 MVP 收MVP券 先去偷魚了 千萬別啊 把魚留給需要的人啊 收MVP券 很誠信交易 這怎麼是刀賊 沒辦法 創名字的時候又有人在搞 不早說 不早說那個銀武者不是盜賊 銀武者竟然不是冒險節啊 來打到MVP券 來打到MVP券耶 轉爛囉 一次打到兩張耶 來去四轉 一大堆的金幣出來了 現在的召喚史上拿來幹嘛的 不是沒有那種技能的嗎 你才剛買 沒事 你可以再把他賣回去 你可以多賣20%應該都能買 現在MVP券很缺的啊 這個錢還可以自己撿回來耶 你不是戰士 來了 致命暗殺是不是 連續攻擊敵人的弱點 砍魚頭了 等等吧 先把那些打王的被動都點出來 不然我看這個傷害可能是 快打的死魚頭嗎 喔 玫瑰花戰啦 玫瑰花好啊 這個玻璃鞋是一套的是不是 超水放上來 我們100 103的時候去吧 再打一下這個鳥 這招其實很炫 還有什麼打王必點的招嗎 攻擊敵人可以獲得點數 喔 加中傷 這感覺 這感覺 這手感跟標賊也太像了吧 點一點順步 順步可以幹嘛 增加爆傷11% 哇 這隻傷害也太猛了 感覺可以開始點被動 我已經分不出來 跟標賊有什麼差了 他的爆傷是真的高 103 再扁一下 把這些被動都點好 可以秒魚的時候就走 送貨的貓現在是開幻獸嗎 可以嗎 那幻獸我馬上應該走了 銀烏者 銀烏者也是真的超強 剛剛說點哪一招 剛剛說把什麼東西點一來的啊 自命飛 毒殺 自命飛 毒殺 爆傷再加11% 這個爆傷也太浮誇了吧 我技能才稍微點一些 現在已經 爆傷63了 自命飛 毒殺也點起來 自命飛 毒殺也點起來 什麼都沒做就270等了 什麼都沒做就370等了 還怒絲啦 爆傷很強 這遊戲最有用的例子就是爆傷 我們0%了之後去了 我可以自己飛過去了 0%去了 不然今天就爆出來了 中傷 中傷 中傷完全就比不上爆傷啊 對呀 魚頭怎麼是空的啊 這有人在偷魚頭 在偷魚頭我就要去打卡薩丁 不會有扁魚幫 爆傷跟中傷基本上是一樣的 沒有吧 我看他那個 看他那個出法 算法還差蠻多的 爆傷是所有的傷害算完之後然後再乘以爆傷 為什麼 殺他殺的不快 暗殺本能 無視防禦 中傷最後城 中傷也沒有到最後城 中傷在算是中間就會成了 好像變快了 喔 我應該在把母咪開起來了 暗殺第二下可以放風地炸彈 我這個傷害是越來越低 外面的輪 我輪還在CD啊 五分鐘 你以前的傻傻打卡薩丁 卡薩丁也是不錯啦 有人在吸經驗 兩百等的吸不到 魚呢 那魚怎麼變屍體啦 欸 怎麼有偷魚幫啊 最終傷害還能再成 好像最終傷害還有分吧 萌獸的好像還不一樣 是誰 誰在偷吃魚啊 一瓶兩顆魚頭 好 讓我看好 等一下 我先回去接那個母咪 母咪是不是只能從弓箭手村進去 弓箭手村 在哪裡咧 前往母咪島 你看到兇手了 誰 OK 接寶寶 原來是接寶寶在偷喔 好 這個母咪 他還要給我展示一次全部的動畫 好扯喔 接寶寶一直偷喔 好扯喔 接寶寶一直偷喔 好的 這些廢話終於講完了 還沒喔 左咪的祝福 果實爭霸賽 隱藏傳點在哪裡啊 哪裡可以找到啊 廢話少說 我把祝福拿來就對了 外面的輪好像可以吃了一分鐘 魚怎麼死啦 這個隱藏任務的傳點感覺要趕快解 對,好像都被偷魚幫吃光光了,好扯喔 好噁心喔這寶寶 好像得去打卡薩丁,其實可以去打狗 其實打的好像沒有銀武者快,銀武者真的好快喔 在煙霧彈裡面我會變強是不是 五瓶沒有魚 喔,這個冷卻這麼久喔 噴裝了,哪裡 欸,真的有人在吃魚耶 這魚已經變海膽了耶 我們好像去打狗吧 欸對,魚通通變成海膽了 那好像得去打狗了耶 有人在偷啊,有人在偷啊 我打狗的換裝耶 打狗的換裝耶 海膽打下去會跑魚出來 應該沒有吧 可能得搞一些心力了 魚死掉之後會變成海膽啊 隨便再找一個分流看有沒有 竟然被我遇到這個偷魚幫喔 要練到200嗎,練到140就好了吧 偷魚幫給我吃光光啦 有沒有,套服 套服好了 對 皺紋不夠耶 接寶寶吃了兩隻喔 真的耶,到處都沒有魚了耶 太狠了啦,接寶寶 看一下心力缺啥 看一下心力缺啥 貓裝缺一點皺紋的痕跡 貓裝缺一點皺紋的痕跡 又來個帽子跟鞋子吧 喔,可以喔 這兩件應該夠了 披風給幫忙一下 這是引武者的喔 應該夠了 25星 再缺個工會就可以了 你看到偷魚幫了 找到了嗎 太邪惡了 太邪惡了 偷魚幫 好 好 好